那個心理驚悚劇 但是昨天然後因為好萊塢一個前輩看了 那個發行商他跟發行商拿DCP看了 他看了因為他是一個女導演 德國奧斯卡的然後他說 這是因為他也之前在看過那個宮廷 他說對他來說裡面有那種很像一個宮廷鬥爭劇 哇有這麼強烈的這種女性角色鬥爭 對因為那個那個Catherine Bigelow 那個什麼林辰密令的導演 0.30林辰密令 他跟我們發行商要了DCP去看 看了昨天他跟發行商講說 怎麼有那種女人之間公平鬥爭這種 這種東西 我是沒沒預想到 裡面大家有看得到有女生之間的這種 就是強奪或鬥爭 那我沒想到是對他來說還有宮廷區 哇這一位可是奧斯卡最佳導演 女性導演非常厲害 非常了不起 然後也是鐵達尼號的導演的前妻 對不對 好 剛剛眼眶有點泛紅 對啊覺得哇大家都好辛苦 就是肢體上心靈的壓力上面 對但是覺得很開心 就大家一起完成作品 謝謝可惜 接下來歡迎是喬喬 大家好 我雖然在坎城我們都已經看過這部片完整的版本 但是我剛看預告的時候 還是被嚇到好幾次了 對非常震撼的預告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你也嚇到大家 你剛剛還在學狗叫嚇死了 好可怕 好突破的演出 今天歡迎宋語化 哈囉大家好 對第一次也看到這個版本的預告 覺得自己就是 其實我剛才被嚇到很多次 我喬坐我旁邊 我們兩個一直 兩個不停的被抖 就算看過電影 但還是會覺得 哇很想再看一次 所以我覺得 預告只是一部分的電影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很期待正片到時候上映的時候 暗黑的演藝圈 然後飽受各種摧殘跟折磨 所以臉就裂掉 然後對很痛苦的狀況下 但是繼續想要完成她的夢想 瘋魔的演出 對拿到一種瘋魔境界 幾乎每場戲都是一種瘋魔的狀態 那你覺得你演的妮娜這個人物 她比較崩潰 還是你演妮娜的可惜本人比較崩潰呢 你覺得 當然是我本人比較崩潰 哈哈哈 因為我裡面又要去演妮娜 然後平常對 就是太多角色在裡面 然後面對各式各樣的人事物的壓迫 然後對啊 比如說巴掌啊爆破啊 就現在回想起來 哇那個時候真的是太瘋魔太恐怖了 我天啊是加成的喔 可惜的壓力加上妮娜的壓力 對 很精彩的演出 期待囉 今晚以後追以後加油 哈哈哈 集氣 接下來這個喬喬 角色跟人物關係 我在裡面沒有名字 但因為剛剛大家有看到一個場景 就是我們在徵選 然後我在裡面剛好是三號 所以我在戲院角色就叫三號這樣 沒有名字就叫三號女孩 我就叫三號 然後我是妮娜的競爭者 然後也是雖然我在裡面罵妮娜說 你才是賤人 但其實真正的賤人是我 我是裡面最賤的 哈哈哈哈 必許 這樣講一下大家就最容易了解 對 我是裡面很負面很暗黑的一個角色 哇塞 哇斯迪就對了 那今天現場兩位還好嗎 OK齁 還可以有說有笑 還OK啊 後面已經被我捏到玉琴了 剛剛拍照頭捏 那雲花來聊一下她的角色也是很突破 英文老師 對 英文老師 我這裡面飾演的是Kiki 然後是一個在鄉下的英文老師 然後其實也是有想要追逐自己夢想 但不敢前進的一個女孩 然後是妮娜的閨蜜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雖然有同一個夢想 但我們的選擇不一樣 對 是你好像也是壓倒她最後一根稻草的關鍵角色 是不是 對 這是可以講的喔 她沒有寫給我說可以講的 但還不要講太多對不對 那其實我想先了解一下 喬喬 妳現在對可惜是真的還有充滿恨意嗎 我覺得好像有點火藥味的感覺 來聊一下好不好 現在沒有了 我們再砍成和好了 是嗎 是嗎 但是 但是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那個東西是很微妙的 就是我覺得很棒的是 因為可惜也知道 就是我們兩個都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在片場幾乎是沒有講話 儘管我們的 呃我的對手戲幾乎都是跟可惜 然後其實有時候 早上可惜看到我會說早安 我都覺得 她都不回我 她都不回我 我不是不回你 我只是覺得你的早安都 不是很好的善意 因為我也在角色 對 她那也怪怪的 然後我也怪怪的 對 就我比如說可惜就會很想就是有禮貌的跟她早安 但是我等一下進入了妮娜又不是這樣 所以就是就是很分裂 就很很很痛苦 但是覺得她喬喬在現場 每次來都一個人 很怪也沒有 身旁都沒有助理沒有情節 然後臉也就是很臭 就感覺在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然後都不跟人家交談 所以對她是滿害怕的 所以才會想要特別跟她說早安 因為我怕她欺負我 哈哈哈哈 但是就會讓我回想到 其實我覺得這次非常開心可以跟喬喬合作 因為我跟她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但她不知道這件事情 哈哈哈哈 就是以前 就是可能應該是 你可能十六十七那時候 剛進演藝圈 剛出道的時候 有一次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走在路上 好像經過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看到現場有個活動 人山人海 然後突然我就想說很好奇什麼活動 一時我走回去看 看到一個公主站在那邊 有個女生穿著白衫 就是很漂亮的白色小洋裝 然後就是很漂亮的耳環 然後弄著一個公主頭的髮型 然後我就站在她正後方這樣看著她 然後看著她的脖子肩頸 跟後面覺得好可怕喔 就覺得怎麼那麼漂亮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看到藝人吧 因為那時候 對那時候我也是對這個演藝圈 或是對表演這件事情 就是充滿熱情 那時候我高中正在跳捷舞這樣 然後就這樣靜靜看著她 想說這個髮絲那個耳朵 那個環怎麼那麼漂亮 這個女生也太漂亮了 真的 對然後她就在那邊 她就這樣呆呆的站著 然後前面就主持人 呆呆的站著 對 他這樣整整的準備 然後等一下就看到她被叫上台 然後就她就上台 開始可能是一個活動吧 對然後我就看著她 就覺得 好希望有一天可以 就是跟她一起合作這樣子 天啊 結果過了很多年之後 終於有機會 不敢講對不對 就馬上算出年齡 對 因為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就是我也不知道 買貨公司 那你記得那個 你穿那個那天嗎 我記得 好吧 有粉絲錄影嗎 這樣是 現在都很年輕的粉絲 我可能記得 因為太久以前了 所以那一場你又忘記了是不是 早就忘記 如果她不講我應該 或是你記得有一天 有一個人在你後面一直呼吸這樣 背後鈴 好可怕 這張海報的感覺 是欸 臉還裂掉這樣子 所以原來我們的緣分很早就開始 我現在才知道 有意思 可是那時候可能我心裡也會覺得 有一天我也要跟你一起在舞台上 就叫鏡 那個鏡 從那時候開始 很早開始 所以後來寫了這個劇本 然後導演就是覺得說 就是casting 想說巧巧來演 會覺得太棒了 就是以前有這個情願這樣 所以你們真的要謝謝 Amazing Midi Z 謝謝導演 Thank you 謝謝 好 導演 我們今天開始來偷偷抱一點點東西 水底訓練 的部分好不好 喔對 這裡面有 這店裡面有很多戲是在海裡或水裡拍 然後飛 這是我 就至今從你來最大的挑戰 因為我個人非常怕水 然後開拍前就 才知道說要拍海裡戲 劇組特別找了潛水教練來幫我上自由潛水課 就是怎麼樣在就是沒有氧氣桶各種的狀況下 在海水裡面能夠憋氣最長的時間 然後才能讓攝影啊各方面來拍拍演戲這樣 然後結果就完蛋了 那個老師一剛開始做給我做測試 他說他就是一臉就是覺得就是完蛋 因為他覺得從來沒有教過這麼難教的學生 跟這麼痛這麼怕水的學生 就是我身體在水裡就很害怕很強硬 然後一剛開始只能憋十秒 就很害怕就馬上舉手說我要出來 然後就一直 因為我們那個水裡面最深我們要下到五米 然後還要練習那個耳內平衡 那就是很 最為了講很困難 就左耳我的左耳一直通不了 然後又很害怕 一到三米耳朵就會很痛 然後就可能訓練了大概快要一個月 我都不敢就是下到五米 然後有一次就被教練騙 他就說你閉上眼睛 然後我帶你到水中央 然後我們這次一樣到二米就好了 結果我就閉眼 結果他就一下子突然又拉到最下面 然後我就腳的踩到底了 然後可是我的耳朵 因為我不知道會這樣 所以我沒有做好耳內平衡 然後耳朵就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但是我就在下面就是繼續的憋氣 然後那一次就有成功的 算是有第一次很特別的體驗這樣 然後就訓練了一個多月 然後就開始真是拍這個水內戲 那天拍攝也非常非常非常痛苦 覺得感覺很接近死亡 沒有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不一樣 很多人可能喜歡或者是對 但我自己就很怕水 是可惜辛苦了 聽說媽媽覺得很舒服對不對 被按到睡著 我媽媽是客人這樣 因為雖然戲裡面的這部分不多 只有一點點我按摩 可是那時候導演希望可以很真實 我就是SPA館的按摩老師 所以大概有一個月前的就開始真的去SPA館上課 然後上完課我都會找親朋好友來家裡按 從頭 而且其實戲裡面只有稍微的敷臉 按一點肩頸 可是那時候我的課是整套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按 就是朋友啊媽媽 我可以是按頭到腳 然後全身油壓 然後敷臉去角質卸妝 什麼都可以 老闆娘怎麼收費 粉絲營在聽了要準備去那個喬喬按摩院 然後才發現真的是各行各業都有困難的地方 我原本以為很簡單 老實說不就是按摩嗎 小時候我也幫我爸按過啊 可是我後來去SPA館上課 我才發現超難的 連卸個妝都很難 對發現真的是 真的要認真去學一件事情 才知道它的困難處 那時候真的在某一個狀態裡 其實已經不在乎任何人怎麼想 是 就在那個狀態 也期待你跟妮娜的打戲囉 先賣個關子 最後雲華來分享你 好像把自己封閉起來對不對 不與外界接觸 對 這次應該算是 我也是一個一大突破 因為跟以往拍過的角色也不太一樣 從學生就畢業 然後當了英文老師 就是 晉級了 對晉級了 所以秀的角色是 以往大家看到我可能比較外放 比較活潑的樣子 但這一次其實是完全把自己封閉 而且是極度壓抑的那種 就是性格完全大變 所以其實那一兩 我們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前置 不管是假如說 有一些舞台區的訓練啊 或是等等 但最重要其實我覺得是 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東西 這是當然這是給我最難的課題 所以那天其實 那陣子其實真的每天回家 我爸都 我爸媽都很擔心我出不了戲 他們都會說 我爸就說 不要再上班 不要再拍了 爸爸養你這樣 然後就說 你走不出來 爸爸怎麼辦 我爸都上演了 怕失去我的戲嗎 這樣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因為我知道我在幹嘛 所以我就自己就是搬出來 然後找了一個大概五坪的小房間 然後就每天把自己關在裡面 對 其實我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發現真的非常有用耶 而且我是真的只有買飯的時候 才會自己很低調 因為完全不想跟任何人就是接觸 我會有點害怕 是戴著口罩帽子 然後買完便當 然後就回去 就繼續坐在那個房間 你現在走出來了嗎 我現在 Kiki 整個進去的對不對 對 我跟他預告其實有點回去了 是不是 回來 我已經很好了 收穩好 回來回來 要加油 要走出來一大步 好 坎城放完 然後聽到 特別是各個前輩的一些反應 其實很受到鼓勵 就是那個 就是剛巧跟坤丁住在同一個旅館 他這個人就有一點 就是強迫一直講話 就每天跟我講話 都在講這個電影像哪個哪個哪個 這個電影就是一個女生之間的心理驚悚劇 很像6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電影 然後又是David Lynch的電影 然後他叫我寄給他作品 看完第二天說 你是不是受我影響透了我幾招 我說有嗎 這部電影 就是每個人看有不同的見解 是這部電影的一個特色 當然對我來說故事很簡單 他故事的外型當然是一個 一個女孩為了追求夢想 最後整個瘋狂 然後整個就是 就是驚悚的惡夢這樣子 最後有一個大秘密被揭開 但他背後其實就是 也不一定是演藝圈 就全世界都一樣嘛 就你為了達成夢想 你的付出非常多代價 那你到底可以付出多少代價 大概是這樣 第一張票 翔翔那很多親朋好友 要不要抱一下 先買來麥克風 有啦我媽媽通常都會抱這樣 對我媽媽 然後順便送按摩券這樣子 還不錯 可惜喔準備囉 有啊親朋好友 喔那這個因為裡面就很 比如說像有 也被打巴掌啊多哭對不對 對就可能很多朋友啊 可能是看我想像我看 我想要看我打巴掌 都會來看 其實包場不用擔心啊 因為整個電影我想就是 算是台灣所有從 七十二歲的演員 到十二歲的演員 大家聽過的看過的 都會在裡面 大概十三個到十五個都在裡面 所以我想靠大家的 然後粉絲來看就足夠了 那這個電影就 我覺得這個電影本身 就是一個不太一樣的驚悚片 對我覺得是很耐人看 就是很耐看 也很耐人尋味就對了 對他走的不是那種 就是你回頭一下發現什麼那種 對他更多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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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環環相扣 得好好看 好